台南广计店三圣堂最近发起万人香火计划 邀请信众每个人现捐十块钱 目标是集齐十万元购置新的天宫炉 结果响应非常热烈 短短五天有超过七千人响应 而也由于短时间涌入太多捐款 庙方账户也被银行提醒 说可能会变成警示账户 生命面前持乡前程祈福 公庙香火鼎盛往来信众络绎不绝 捐款册上写满姓名 全都是信众的点滴心意 而最近庙方为了更换天公炉 更发起万人香火计划 短短五天吸引七千人共襄盛举 这数目我们没法度 因为我们几十万 数目我们真的是没法度 特别有参与感也觉得说蛮好玩的 至今超过六十年历史的 台南广计店三圣堂 最近庙方经神明指示 更换新的长方型天公炉 也广要信众每人现捐十元 且不能重复捐款 目标及其十万元 没想到短时间内 因为涌入太多小额捐款 被银行提醒 可能被列为警示账户 尽管汇款部分不得不暂停 但仍旧有许多热情信众 亲自跑到庙里捐款 尽一份心力 因为我们自己是在地人 所以就是就特地来 你可以顺便来拜拜 外观市的朋友 还是说就在家里 附近这些朋友 大家就来走这座 来跟新方说放个香 这样也是不错的 庙房表示更换新的天公炉后 会在开炉仪式时 将捐款信众的名字 写在书文上 并点上一万根香 为信众祈福 公庙捐款活动响应人数热烈 也再次展现 地方信仰中心的强大号召力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 币南报导